近19年了 921的精魂记忆还在内心深处 几位护理师当年都是青涩的学生 看到慈祭志工点灯照亮灾区 深受感动 后来因缘际会都到台中慈祭医院服务 我的孩子回来了 这种的合心立志往慈祭方向走 这实在是很可贵 曾经参与疫诊的医师 见证慈祭人迅速动员 我看到慈祭的动员力量 你看然后北区人医会 大概都焦点位卡卡卡 自动集结 自动换衣服 找回921记忆的背后 是希望延续最初的感动 加成善的效应 我们不是只是缅怀过去 而是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透过在中慈悦的力量 然后再跟我们中区的师兄师姐合作 希望全面性的 我们一定走遍重灾区 正眼上人开示 紧记台湾人互助的凝聚力 以及国际间伸出援手 那种全省的会合 全球的资源 好在 有这几十国家 点点滴滴的付出 所以在违想921的那样的景象 是不堪违想 莫忘921伤痛 善念点滴成河 爱的力量就在付出中体现 大海新闻归邻里约为台中报导 接下来